大家好,又是我朱莉媽 看看今集流轉到哪裡 Happy Wednesday 又和大家聊天 Hello,又是我朱莉媽 今次和大家來一個網購的開箱 海味和湯包對常買那次已經用得七七八八 所以今次又在香港訂回湯包 來到箱子的興奮 興奮,不如就來一個開箱文 我也試過在這一邊去中超買湯包 因為我們經常喝湯 但好像總是相差一點 所以今次又繼續香港訂湯包 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Hello,今天朱莉媽 就和大家來一個開箱文 剛好家裡的湯包和深茸海味就沒有了 所以就在香港訂過來 一起看看我訂了什麼 以及它的價錢 以及連運費是多少錢 你們看看又覺得值不值得訂過來 但我是覺得方便的 我真的覺得方便 所以就讓大家看看今次買了什麼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買 其實朱莉媽每個星期都會煲兩至三次湯水給他們喝 都是繼續用回香港訂過來的湯包 又方便又快捷 以及這間我是覺得足料的 現在一起去看看 剛剛寄到過來 大約一個星期就寄過來了 不要看它的箱子是HONG KONG POST 但是它是用DHL寄的 等一下我都會分享它用DHL寄這箱的東西 價錢是多少 我想它是貪方便 所以就用了HONG KONG POST的箱 又實正的 是挺實正的 所以呢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箱子 我也挺喜歡這個箱子 是的 HONG KONG POST有不同尺寸的 這個比較大一點 我沒有記錯 都大約15KG左右的 裡面 是的 還有今次幫朋友訂多一點點 主力就是我訂 同朋友也訂了一點 好 看看吧 這個相糕就是一些湯包 它好像上次一樣 它也是包裝得去真空包裝的 所以也就是 挺密封的 這個 待會也給大家看看 它每一個湯包大約多少錢 它寫得也很清楚 有湯包叫什麼名字 有什麼功效 我訂的也很多這個 因為小朋友有鼻敏感 有什麼成份 下面就是 另外再配什麼下去煮 會是甜點 好吃點 出味點 下面就是煮的方法 我是喜歡這個 有所有資料 因為我本身也不煮飯 我不懂熬湯 家裡老人家也不懂熬湯 在香港也不多熬湯 但是有所有資料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 有很多湯包 1、2、3、4、5 你可以一邊看一邊看看 足不足料 4、5 這包應該是朋友訂的 所以它也分得不錯 朋友訂的東西 它就會分開另外一袋 下面這些就是我訂的 除了我訂一些湯包 這些湯包 之外 很多我很喜歡喝龍尼葉 龍尼葉 我覺得這個味道是好吃的 我也訂了一間 華麗山 藥材 這邊比較難買 漂亮的 相對地 我覺得這一間 它的藥材 或者海味 我覺得是漂亮的 木耳絲 這些也是湯包 陳皮 這裡好像四兩 四兩 我忘記多少錢 湯包 還有冬菇 很喜歡吃冬菇 這個是 什麼 原木冬菇 其實冬菇不一定要 這個不是冬菇 這個是另一個名字 比較貼身 但是味道是 像冬菇 這個才是冬菇 其實冬菇不一定要大粒 它是 像花菇 這個應該是花菇 然後你炆 炆得入味 其實就已經是很好吃了 來漢果 來不來都會 就這樣沖水 非常之方便 還有這些 繼續有湯包 這個是必須 寫得很清楚 必須放入冰箱保存 待會放下去 這個包好像是蠔豉 我沒記錯 蠔豉也是很好吃的 這個也是 放入冰箱保存 它都寫得非常之清楚 就知道如何分類 紅棗 應該是龍尼葉 我單買一包龍尼葉 紅棗 藍不幸 這些非常之重要 這個 不記得 這個是 黃魚翅 韓國黃魚翅 對 有時候可以做一下 湯筋 可以放進去 還有蝦米 有人問過 海產的肉 記不記得過來 你們自己看看 不是每次的 我訂了三次 我都有訂海產 或者裡面的湯包 有些裸肉 裸片 其實它都寄到過來 蝦米 也寄到過來 蠔豉 它都寄到過來 其實這些可以的 有人問過 是否記得鮑魚 鮑魚我就沒有訂過 因為過來 其實都買到罐頭包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可以的 鮑魚我沒試過 真的 買這些 這個 經常在這邊 很多人 日本櫻花蝦 都會 買一些 日本櫻花蝦 都看見到 上網可以訂 但這個一袋包 又進行不錯 所以這次買來試一下 這次就買了這麼多 等一下 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湯包 再加藥材 海味 那些價錢 連上它的運費 又是多少 你們覺得它值不值 剛才你們看了 今次我們買了些什麼 跟你們看看 它的價錢 以及計算運費 到底值不值 還是不如在英國買 好像更值得 更值得 首先我大約買了 11.2kg 運費是1349 其實它的價錢 我覺得是合 如果我在香港買的話 我絕對地覺得 這間 深容海味店 是合理的 就是湯包 最便宜的 40多元 有 貴的那些 100-200元 我覺得它的價錢 是合理的 但是你計算運費 合不合理 就一起去看一看 我用計的方法 就不用重量 因為重量 有些是一斤 有些是兩 有些是一包 我很難幫它做一個比例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價錢 和這個運費 來做一個比例 譬如這包是138元的蝦米 原來它成了這個運費的比例 最後出了多少錢 之後就拿了幾樣 和你們比較一下 譬如冬菇 其實連運費大約多少錢 你看看它合不合理 還是我直接在這邊買 其實上亞馬桑也買到 或者中超也買到 不過我真的在中超 找不到靚冬菇這個真的 那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了 現在就和大家看看 連賣運費 除開的價錢 你們又覺得 價錢是否值得 這裏就是一斤 這個原木冬菇 之前吃過 都好吃的 這裏就是300元一斤 都幾多 如果給我吃到 嗯 六餐左右 這裏就是 羅漢果 在這邊我見過在羅漢果買的 但是我覺得真的不太漂亮 我在香港也是 喝開或焗開是金羅漢果 所以都是我喜歡用金羅漢果的 那這個呢 香港我記得買過 一個就大約六七元 這個就七個八一個 我總共買了十個 這個是一隻金羅漢果 就這樣用水焗 就已經很潤了 已經很清清厚的了 那另外那些湯包 湯包呢 我就喝過這一個 是好吃的 好味之選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有貴一點 因為它是有裸片 它出來是好 好甜啊 對了 那有賣霸黃花 因為我也很喜歡喝霸黃花的 那些材料有這麼多 它中間的字就有一點遮蓋 那我就加了它的 即是說什麼粟米 我會加上粟米啊 加上瘦肉那些 那都可以煲到六個 我們六個人 一家 都每人夠喝一碗半左右 是甜的 爸爸上次喝過霸黃花湯 好甜是不是 對了 就是這一包 那所以我覺得它的材料 是粥 所以才是甜的 那這個價錢呢 就是連賣運費啦 那就是大約 其實是大約算出來的 就九十六一包 九十六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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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你說香港賣多少呢 多少錢呢 我就不知道了 是啊 那這邊我見 都比較少有霸黃花買的 那所以我就是上網訂這個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潤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小朋友呢 都咳 那所以呢 我就喜歡喝些咳 啊 或者這個 潤肺 還有他們鼻敏感 那所以我這個呢 都幾喜歡 有夠潤的嘛 有雪耳嘛 那就是有個雪耳啦 浸開都幾大的 那有這個 椰子片啊 這個松草花啊等等 那這一包呢 就七十五塊包 就是大約的比例是連連運費的 就是七十五塊包 那這邊我其實中超有去過 看有沒有類似的湯包那些 那些 他都有的 那但是相對裡面的料 就比較 小一點 就是小一點 還有出到來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很出味的 那所以我都prefer 就是香港這樣開 我來到就 都是訂回香港的湯包 是貴一點 但是呢 我也是因為他喜歡 他有這些資料啦 教你怎麼煮啊 所以都是訂回他們啦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值不值啦 那這邊也有些中超 但是真的不是間間 有些中超是有南北行的湯包 一會兒給你們看 是有的 那都是七十幾八十元 就是有時候特價 特價就是七十幾元包的 但是他就不是經常有貨 不是很齊 那如果你問我 我就一次過訂 就是二十幾三十包 慢慢喝 這樣 就我覺得方便一點啦 好 那講完間前 你們看一下 對啦 到底不到底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subscribe comment 以及按我們的鐘仔 See ya Bye